当时我在丹麦我那个系 能源工程系的图书馆 看到一书叫Fuser Fuser我以为是油箱的那个时候 其实是燃料电池 那个时候丹麦 我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 它已经有很多风机 大的那种风机 风车 刚开始还以为还是一种风景 并没有把它当成是 这个能源角度来看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 像风机 生物脂能源 它们已经在比我们走的要早 所以它因为化石能源 基本上靠进口 所以丹麦在新能源发展方面 它是走在前头的 丹麦的环境 环保 这些力足于在用新的技术 来使环境变得更好 使污染变得更少 这个对我当时还是 有很多启发和教育 所以作为一个实验室来说 您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两项核心 或者是前沿的技术的突破 而是一种系统的试验 或者说是示范 未来我们可以以此为一个模板 放大到一个社区 放大到一个城市 甚至连接城市 对是这样的 因为你要没有规模 那肯定是你只能是一个小范围的 对吧 我们要真正实现碳中和 能源转型 我们当然要普及到全国 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 我们马上会在张家口 做一个大规模的示范 然后再逐步的从城市扩展到全国 因为我们的 也要随着这个电动车的规模的上来 北京我们现在三十几万 我们到一百万 几百万 那这个规模就大了 对吧 我一辆车 车上只有六七十多点 最多一百多点 但是我一辆车 那就不得了了 对吧 那就是一百亿多点 一百亿多点 相当于我们现在全国消费店的一半 那这就厉害了 如果我们站在未来 回看2020年 我相信这一年 对于您的团队 和在做新能源汽车的 这个所有的研发人员来说 可能还是具有一些里程碑式的意义的 那同时这一年呢 我们也看到一些 逆全球化的一些情势的出现 都使得这一年显得非常的不平静 也不平凡 您能不能跟我说说 就是作为一个 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这一年对于您来说 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情感 的波动 刚开始年初的确突如其来的疫情 使我们整个市场 都一下子就停滞了 我们是非常担忧的 但是没想到 下半年新能汽车市场 异常的活跃 就是我们半年现在干出来的产量 比去年一年可能还要多 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想到的 而且从现在往明年看 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 所以这个是令我们感到非常激动的一年 也就是说对电动汽车来讲 真的是进入大规模进入家庭的一个里程碑 同时从技术层面来说 2020年也是氢燃料汽车的这样一个元年 是的 从氢燃料电池技术的角度来看 基本上从它兴起到现在已经20年了 中间也经历了很多曲曲折折 高高低低 但是在这几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我们原先要做一个燃料电池的发动机 那是很多都要从国外买东西 所以最后你自己做出来的发动机 比买一台还要贵 那么现在情况完全发生变化了 因为第一 全球的志愿都往中国汇集 第二 我们中国自己的研发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集电 终于后继爆发了 那么我们的产业链已经建立起来了 甚至国外的厂家都要来中国采购 我们都领不见了 所以这就彻底的一个变化 燃料电池车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 我们当然已经有那么八千辆到一万辆的 总保有量 但是这显然还是不够的 我想从现在开始 应该这个量会持续上涨 比以前的速度会更快 走得也会更稳 而且我们的成本也会大幅下降 估计在今后十年 也会延续我们前十年 电池成本下降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也是对于清能燃的电池 也是一个原点 现在好像觉得这种新能源汽车的局面 豁然开朗 但是这个过去几十年 也有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 如果是往回追溯一下 当年您在丹麦留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在学发动机控制 后来转到一个更广泛的 一个能源工程的一个领域 那一段的留学生涯 给您带来的一些启发 或者是一些刺激是什么呢 我是八十年代底吧 八九年初去的丹麦 那个时候其实呢 我对新能源还没有什么认知 说实在 那个时候我们关注 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是汽车的排放 比方说这个打磕车冒黑烟 怎么解决环保问题 排放问题 是当时的一个焦点 所以我选择了这种 当时最被人诟病的 就是这个柴油车的排放控制问题 那个时候比方说电池啊 燃料电池啊 说实在还不大明白 当时我在丹麦 我那个系能源工程系的图书馆 看到一书叫Fuser Fuser我以为是油箱呢 那个时候 其实是燃料电池 那个时候丹麦 我从飞机上往下看的时候 它已经有很多这个风机 大的那种风机 那个风车 刚开始还以为还是一种风景 并没有把它当成是这个能源角度来看 但是我们那时候 像风机啊 生物脂能源啊 它们已经在比我们走的要早嘛 所以它因为又化石能源 又基本上靠进口 所以丹麦在新能源发展方面 它是走在前头的 丹麦的环境啊环保啊 这些立足于在用新的技术来 使环境变得更好 使污染变得更少 这个呢 对我当时还是有很多启发和教育的 当您决定要重新来 这个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的时候 那个时候给予您信心的是什么呢 那时候大部分人还没有看到说 这个将来有多少前途的时候 为什么您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当时呢 其实我做我的发生机控制吧 按照一般人来意义来讲 沿着那条路 其实也挺不错的 但是我这个人呢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爱折腾的人 说的好听一点呢 叫求新求变吧 其实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些新的东西 但是有一次学术交流 我们有化工系的教授 来我们系做报告 就谈到了 就说有一种新的 叫燃料电子发动机 排放是零 因为我们再怎么做那个 也不可能做到零嘛 对吧 排放是零 燃料是氢 这个呢 对我感受很深 我一想 这不是我的专业吗 对不对 我们本来就是做发动机的 你燃料电子发动机 不还是发动机吗 对吧 我想这不错 所以就这么开始了 最初呢 大家听到这零排放的时候 都会笑 笑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英语里有句话 就too good to be true 就是听上去太好了 这几乎就不可能实现了 是吧 理论上能够走得通 但是真在技术上能够实现 那还是需要非常艰苦的工作 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嘛 刚开始进入一个新领域 而且团队又比以前大很多 技术的难度 管理协调的难度 都增加了非常多 不仅仅有技术难度 它还有与人相处的难度 比以前自己一个人带两学生 你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那这个时候大家需要协调吧 而且新的专业需要一些新的人 因为一个新的学科 你要的知识面 跟你以前都不一样了 毕竟它是一个全新的领域